剛開始是跟我說三期 結果其實最後確認是四期 當初聽到這個消息 我也是嚇一跳 我心裡想 我這麼健康的人 我上健身房三 四年 我做大腸水療十二年 所以妳很照顧腸胃的人耶 對 我就想說 我這輩子最不可能得到的癌症 就是大腸直腸癌 好 顧潔也是突然的 闖進妳的生活裡 妳是突然開始去年血變 結果本來以為是內治 後來發現是直腸癌 我一直都有脹氣 便秘 血變 這就變成我的人生三部曲 常常都會這樣 對啊 我血變一年 然後我脹氣三十年 便秘二十年 血變一年 然後我血變的時候 我就有送檢體去 結果人到上海去玩 北醫就打電話給我了 本來我掛號排 一百多號要看報告 他把我排到第一號 還叫我要趕快回來 結果我一看 醫生跟我說不太妙 然後就趕快安排我住院 做斷層掃描 核磁照影 正直攝影 就確認我 剛開始是跟我說三期 結果其實最後確認是四期 那為什麼我要開記者會呢 因為我之前整形 就是每天記者 還有我上談話性的綜藝節目 每天都在講我眼睛幾次 鼻子幾次 牙齒 一次說清楚 對 我乾脆就把所有記者 都找來做一回說一說了 因為講話對我們都很好奇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人就是講求 執行力跟效率的 那我當初聽到這個消息 我也是嚇一跳 我心裡想 我這麼健康的人 我上健身房三 四年 我做大腸水療十二年 所以妳很照顧腸胃的人 對 我就想說 我這輩子最不可能得到的癌症 就是大腸直腸癌 所以那時候 可是那時候醫生叫妳 整個檢查之後 本來要叫妳動手術 但是妳第一時間是要去吃飯 就是三天兩夜 我先做了斷腸掃描 喝池噪飲 麻辣那些以後 醫生本來就要留我了 他跟我說 下個禮拜二我們就開刀 我跟他說不行 我還有兩場飯局 裡面有一場 有三十個人的群組 所以我又延遲了一個禮拜 才去開刀 但這中間 其實我已經很不舒服 就是我整個都堵住了 我吃不下 然後也出不來 妳的大姐那時候 聽到是崩潰的 因為他的男朋友去年 才因為攝護腺癌去世 而且攝護腺癌 他還做到了達文西手術 那個手術很貴 因為那台機器就要一日了 非常貴 對 他每次的起跳手術 起跳好像就二十萬 然後花了上百萬 還是救不回來 那我大姐又很擔心 我的那個大腸癌的部分 在那個降結場的地方 他怕我要坐人工鋼口 人工鋼門 他覺得那很麻煩 因為他有朋友就是這樣 我跟他說 你不用擔心 我就很仔細地 去問了醫生 然後在搜尋 就乙狀結場跟降結場之間 所以我的位置是開刀很好的 包括主治醫師跟我說 我都不用做化療 我其實就直接開刀了 那我開刀的效果也很好 到目前為止 我住院了兩個禮拜 然後出院以後 我幾乎每天精神都很好 然後我的食慾也很好 所以你剛剛在說你吃不下 因為醫生開給我麥格斯 那個喝了以後 食慾超級好的 對 我今天中午去基隆放學 然後回到家我還吃飯 又吃香帥玉米蛋糕 又吃龍眼 我吃了一大堆東西 剛剛我朋友開車帶我來的時候 我在車上眼睛都張不開了 是太飽了 對 超級困的 你要不要再去檢查一次 妳確定是直傷害嗎 對 互生類 但妳覺得體力還是有點變差 就是我去上瑜伽課 大概以前可以做一個鐘頭 現在大概四十分鐘就 提累累了 因為我是第四期 就是因為我已經蔓延到肝了 我的肝 長了十顆水泡 就是我住院兩個禮拜那時候 第二次我 動刀是十個水泡我電燒 電燒是一根這麼長的 然後但已經全部都清潔掉了 可是我的癌子數 CEA已經盪到 接近正常了 正常是四點七 我現在是四點八七 算很好耶 而且你看我到現在 我頭髮都沒有白頭髮 那我也沒有做化療 所以我頭髮也沒掉 對 所以妳覺得 應該是滿好的 我覺得我的狀況非常好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不認為 我得了癌症 我只是覺得做了一場夢 而且還不是噩夢 真的 我覺得妳這樣的正能量很好耶 而且我離愛以後 我朋友對我都很關心耶 四面八方的愛都湧來 我覺得我好像慈禧太后 好像五折天一樣 我要幹嘛就幹嘛 每個人都聽我的話 也不是說 我的朋友不是跟我講加油 他們都說 要找我吃飯 邀請我吃飯 要不然就是臉書 LINE啊 就一堆的 妳要好好吃 妳要好好睡覺 都是安慰這一些的 什麼感覺妳還覺得不錯 對啊 我覺得離愛很好 這點就覺得不好 然後我要開刀之前 我大姐都跟我說 妳怕不怕啊 妳會不會痛啊 我跟她說不會 我怎麼會怕呢 全馬 我怎麼會痛啊 妳一點都不怕啊 不怕 我一天到晚整醒 我怎麼會怕 很熟悉的感覺 對啊 然後妳知道嗎 她還一堆自費多體貼 在我的床尾裝一台馬達 然後穿那個很緊的 類似肌脈曲張的襪子 然後再跟我裝那個 Anyway就很複雜 還一萬五耶 她就會這樣 對... 會充氣 對... 她因為她怕我不能想 聽她想要在介紹什麼 SPA下令營的感覺 還不錯 服務很收到全套的 我才曉得 現在手術這麼幸福 妳的內衣大王前夫 有沒有關心妳 他有賴我 他後來看到 我是別人跟他講 他自己也都忙到 沒有空看新聞 他就賴我說 妳要早睡早起 要吃水果 要吃青菜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喜歡吃甜的跟肉 之前都沒有聯絡 很少 你看現在前夫也來關心了 而且還有新男朋友 也出現的 離愛後桃花還開了耶 我覺得 離愛以後 我人緣變很好 不管是男人 女人 都很喜歡我 那這個她是怎麼出現的 新男朋友 這個要講嗎 對... 她是來看妳是不是 本來是朋友 對... 這個不好說 好 不好說 反正就現在很開心 所以很體貼 對 就是十一住行 OK 應該很感動吧 患難見真情 剛好現在是一個考驗 我開刀前她也去開刀 我也陪她 我是二十八號住院 她二十七號去開 睡眠呼吸中止症 她去做電燒 她出來以後 都燒烤的味道 到現在還沒好 我復原的比她還好 所以我覺得我也很照顧她 OK 兩個人很好 一起打氣 我覺得顧潔 大家看到她 真的因為她有很多朋友 她本身這個非常正能量思考 這個對病情 應該是有很大幫助吧 培育 對 心情好 真的對於哪一種的 不健康要復原 我覺得都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不管是 像建民哥還是顧潔 剛才提到的一個案例 你會發現 如果你會發現到說 有人關心你 你就會心情好嘛 對不對 平常可能跟你就是 屬於聯絡的人 突然這時間都湧現出來了 傳訊息 約你吃飯 拿火等等 或甚至會突然做一些 他以前不太可能 會對你做的舉動 因為其實絕大多數 人在這個過程當中 一定都有 不如歸去的念頭 因為實在是太痛苦 跟太絕望了 別人在跟你說 十年後可以怎樣... 對於所有在經歷的人當中 都覺得你不要跟我說十年 十天我都覺得很久 然後那種就是你看 平常可能已經很久沒見面的 一些同學 學生時代的 突然都冒出來關心你 我覺得那種心中的衝擊 跟溫暖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會覺得說 我可以再繼續試試看 因為也許再撐了幾個月半年 我也許真的可以恢復到 譬如說之後的同學會 而不是說算了 我不要再嘗試 因為這過程真的很痛苦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Cannon ø 保持